6月18日晚,黄轩出席某活动发表感言时,回应了自己在六月儿童节时,醉酒发了一条提及死亡。 很悲观的微博仪式,她表示,前段时间喝酒发微博,让大家操心了,现在我热爱生活挺好的,我没有抑郁。 在6月1日,黄轩曾在醉酒状态下发布了一条微博,让网友非常担心她的状态。 黄轩在文中称自己经常感到失落,睡眠障碍,酗酒,焦虑,痛哭,甚至会经常想到死亡。 现在的我,无形中有了太多的焦虑,太多的不安,太多的悲伤,酒越喝越多,一无留神,一瓶红酒就下去了。 多少个夜晚,连手机上的字都看不清才肯睡去,再去做一个个稀奇古怪的梦。 很多时候我想活在戏里,不想出来,出来了,太失落,经常想到死亡。 一想到终极,我就倍感虚无,我多么想做一个对人来有一点点用的人。 在18日的活动当晚,黄轩发表感言,他首先耿直称, 其实自己发微博并不多,有感性说道,对于演员每次面对角色都是勇敢的开始, 都是抛弃自我,认识自我的过程,希望我能勇敢能演好每一个角色。